星空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境 今年是空间站全面建成投入运营之年 接下来 中国空间站工程还将实施三次重大发射任务 神州十四号航天员程组将在十月迎来梦天实验舱 后续还将载轨迎来天州五号货运飞船 神州十五号载人飞船 神州十四号任务期间将全面完成 以天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为基本构型的中国空间站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神州十四号航天员程组也将在太空出差 仅六个月后迎来神州十五号航天员程组访问 并完成文幻 即使六名中国航天员将首次实现共同载轨驻流 在遥远的太空中 他们将一起把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 建设得更温馨 更舒适 兴怀 山海 沿泳 星辰 在更高远的深空仰望星汉灿烂 中国人探索的步伐永不停歇 知道了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